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影片開始前 請大家先給這個影片按個讚 這對我來說相當的重要 那只要是阿達的老觀眾 都應該知道 我是一個 幾乎市面上 大部分的掌機電腦我都有 因為像這種掌機電腦 它除了可以玩電動以外 它本身也是一台功能完整的電腦 只是它沒有一個鍵盤滑鼠的配置而已 那像阿達之前分享過 微星第一台電競掌機 Cloud A1N 它就是搭載Intel Core Ultra 7-155H的一個處理器 單看規格的話 它就是來高階的長效商務筆電的一個內盒 那像我就會經常帶著它 然後再帶一個藍牙鍵盤滑鼠之類的配件 把它當作一個小筆電使用 那前陣子阿達也剛開箱了 搭載Intel最新的 Rulanec微星的商務筆電 它可以比美 MacBook M系列處理器的一個超長續航 而且又有優異的圖形表現 還有完美的X86軟體跟遊戲的相容性 可以說是這十幾年來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X86的筆電產品 那當時我就覺得 這個Rulanec的處理器 如果拿來當作掌機的話 應該是目前為止 市場上最完美的形態了吧 結果微星 果然不負我的期望 就是Cloud 8 AI-PLUS A2VM 那開箱 它這個其實是有一個特殊的東西 就是大家可以看這個盒子對不對 它裡面還有一個內層 那這個內層呢 如果你把它拿出來之後 它可以另外做個腳架 這個變壓器啊 這次終於改善了 它終於沒有再送一頭超純的線了 直接一體化的 不過呢 還是有點可以吐槽 就是說 既然做這樣子 為什麼不給一個PD的充電筒 你可以送一個PD的像編織線之類的 大家也可以自己拿一個更短的 不過我是覺得 這樣子的體積一定可以接受 希望它之後的像那種 那個商務機的筆電 就送一送 那接著這邊說明書 簡單的說明書這樣子 所有的配件就是這樣子 除了這個機器本體以外 另外 Cloud8還有這個 剛出的一個配件 熱騰騰的 就是它的一個C型盒 跟前一代不一樣 前一代是軟心的布置材質 那這一代 它就是一個硬殼 而且還有一個保護貼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我是建議買掌機的話 連這個一起帶 首先啦 我們來過一下 Cloud8 AI-PLUS 的一個規格 它搭載了intel Core Ultra 7 的 258V 處理器 內建啊 32GB的RAM 跟1TB的SSD 然後它的SSD 是223年的配置 是可以升級的 但是呢 畢竟223年比較貴 所以你如果要升級SSD的話 成本會高一點點 那這台整體來說 算是一個高階筆電的一個配置 那它的記憶體 也給好給滿 因為它是NOP的一個架構 Cloud8 AI-PLUS 它的機身尺寸呢 是229 x 216 x 24厘米 重量是795公克左右 比前代大概大了一點 也重了一點 這樣的改變 最大好處就是 螢幕整整大了一吋 它由之前的7吋 1920 x 1080 然後升級為1920 x 1200 更新頻率 一樣是120Hz 而且支持VRR的可變更新率 螢幕亮度高達500尼特 而且視覺上邊框也比前代窄了不少 外型部分的變動 我是覺得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主要的差異是在於說 這個手把的地方 它使用一個叫殺色撞色的設計 不過呢 這個殼好像不能拆 如果說它是可以拆殼 然後讓使用者去改顏色的話 那我覺得 應該會更加有趣一點 在螢幕左右兩邊的小孔 配置了收音麥克風 那收音效果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左下角跟右下角 分別是兩顆兩瓦的一個喇叭 音效外放的效果大家可以聽一下 接下來我們看到機身上方 具有指紋辨識能力的電源鍵 還有記憶卡插槽 音量鍵 3.5mm的耳機孔 這次也加入了一個 我個人覺得非常棒的改進 就是比前代多了一個 Zotabot 4的一個連接附 終於可以邊充電邊連接螢幕 或接其他的設備 甚至 你還可以外接顯卡來玩遊戲 也沒有問題 那按鍵配置部分呢 跟之前一樣 採用類似XBUS的一個交錯配置 搖桿區域跟按鍵部分 都有可設定的一個RGB燈效 那搖桿他採用霍爾感應搖桿 實測是沒有飄越的感覺 那我個人使用起來是覺得 手感有點偏軟 但是OK 另外呢 他一樣有雙板機尖的配置 背部則是有兩顆可自定義的背件 一樣有微星螺吻的一個LOGO 左右兩側則是進氣孔 熱氣則是由機身上方散熱孔排出 那實際遊玩的體驗 我覺得握實感相當不錯 不過因為機身本身有點重量 遊玩一段時間之後 女性朋友可能會覺得有點分量 我是覺得還好 如果是暫時靠在手上這樣玩的話 我是覺得沒什麼感覺的 那另外呢 我也進行烤機測試 手把跟機身背面的溫度也不高 主要發熱點就是在上方的出風口 整體來說 這個散熱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硬體規格部分 則是採用Intel Luralec Core Ultra 7 258V的處理器 該系列處理器 阿達之前在測了Postige的時候 就有說它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它是低功耗 就算你把TDP設在低功率的狀況下 也有不錯的效能表現 而且它的CPU效能 比前代又提升了27% GPU效能真正提升了一倍 最棒的是 不管你是插電或離電 它軟體或遊戲的表現幾乎沒有什麼差異 再加上它的續航操場 可以說這個處理器本身就是為了長效筆電 或掌機這種形態的電腦而生 更別說它的AI算量提升了整整三倍有餘 雖然說現在還用不到 所以不論是遊戲或辦公 還是拿來剪片都沒有任何問題 它內建的顯卡就是之前的獨顯 Intel Arc140V的GPU 它的效能接近GTX1650 運行大部分的遊戲都沒有任何問題 表現也相當順暢 軟體部分則是搭載Windows 11、24H2的加用版 並且配置最新的MSI Center M系統 在使用上也比之前更加直觀易懂 只要按下快捷鍵 就可以快速設定背光亮度 聲音、使用情境等等功能 目前一代還沒有更新到這個版本 那我有問過原廠 它是說這個功能會下放給一代 所以有買一代的朋友也可以放心 那在性能檔位上 它總共三檔可以調整 第一個就是AI模式 它會依照你目前使用狀況去調整它的功耗 那第二個就是續航模式 那CPU大概會被限制在8W左右 但是整根踢跑起來其實是非常順的 那第三個是手動模式 它可以從8W、17W到30W任你調整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它的效能表現 使用G-Bench AI模式下 我們測的單核成績是2651分 多核是1051分 那開到了30W 它的表現也幾乎一樣 那C-0Bench R23單核是1852分 多核是9493分 那PC Mark X以AI模式下去測試 不插電是706分 插電反而比較低一點 不過是在誤差範圍以內 這也證明 Nuranec在離電狀況下 性能表現是真的非常不錯的 專門測Delete S12遊戲表現的 3DMark Time Spy 在AI模式下 它的成績是3040分 調到30W的時候會有4248分 插電跟不插電兩者表現差不多 專門測Delete S11 Fast Track AI模式下 不插電的表現是7415分 插電反而是7096分 我個人猜測是因為插電狀態下 機身溫度會比較高 系統可能為了保護機制 所以反而把性能釋放降低了一點 SSD部分則是搭載凱霞的1TB SSD 讀取是3538 那寫入是295M 雖然你可以更換SSD 但是可選擇性比較少 我個人是建議大家直接搭一個 高速的TF卡來玩遊戲 就相當足夠了 理論數值看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進入遊戲實測環節 首先是古木奇兵暗影設定在8W 然後開啟X1SS效能檔 1080MP最低畫質竟然也有43幀 這個時候全機功耗大概是15-16W 也就是說在這個幀數上 這台機器可以玩5個小時以上 非常厲害 那極速地平線5 設定低畫1080P開啟FSR2.2 在8W中央下測得是每秒42幀 X1SS8W則是38幀 17W功率FSR是82幀 X1SS是75幀 30W功耗底下 FSR有106幀 X1SS有101幀 碧血狂殺2低畫質8W 在1080P的中央下 平均幀數23.98幀 開啟FSR之後差異不大 17W1080P則是36幀 那如果開啟FSR可以到47.8幀 30W則是42.9幀 那開啟FSR是有60幀的表現 Cyverpan 2077以1920x1200解析度 低畫質是7W的TDP 開啟FSR3 測得46.09幀 那X1SS則是47.6幀 開到30W的TDP功耗時 FSR3測得58.7幀 X1SS則是有64.07幀 這也是少數 X1SS表現的比FSR 好的一個遊戲 那這個遊戲我覺得 只要設定17W功耗來玩就差不多了 可以玩接近3小時 黑神話悟空以低畫質1200P解析度 17W TDP功耗下 使用FSR測得43幀 X1SS則是32幀 TDP開到30W的時候 FSR有71幀 X1SS則有53幀 黑神話悟空也是設定17W就夠了 如果你要更流暢的玩的話 就設定720P 最新的三國無雙起源 實測開啟FSR3加畫格生成 17W功耗下 在戰場一堆人的場景 低畫質大概有40-50幀 如果改30W功耗的話 那只有50-60W左右的表現 非常的流暢 整體來說 如果你要順玩遊戲的話 我個人建議 你說這種3D遊戲 只要調17W 或AI模式 就非常非常夠玩了 如果設定30W 它的表現會更好一點 不過換來的一個性價比不高 就是你提升的增速 跟你提升的功耗 我覺得不太值啦 因為掌機 我是需要續航潮一點會比較好 以上的遊戲 我都是設定1080P 跟之前我測的所有掌機 是用720P不一樣 願意射到720P的話 它的表現好會更好 像這種8吋的螢幕 你射720P 其實沒有什麼感覺 如果是一些2D遊戲 或是像Girl Game這種靜態遊戲的話 你用續航模式或8W 絕對夠你用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續航部分 那這次啊 Cloud 8 AI Plus 搭載80W 一個大容量電池 比前代 真正多了46%的一個電量 再加上LuaNake 本身就很可怕的續航 這也讓Cloud 8 不管是作為遊戲掌機 或工作的小筆電 它的續航表現 都來到絕無精有的一個天花板表現 那以AI模式 來跑PCMark摩登辦公室場景 它總共撐了13小時49分 那以AI模式來跑Gaming模式 則是有3小時12分 續航模式則是有5小時21分 你日常玩遊戲來講 如果你不降TTP功耗的話 應該有3到4小時左右一個續航 可能夠一般人使用 那在看1080P影片 官方數值則是號稱有28小時 那我自己看它播放的功耗 8瓦、10瓦底下 大概是可以放8到10個小時 所以來說真的很可怕 這台作為日常的辦公電腦 也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還有一個很妙的一個情況就是 在一些需要長續航的測試環節 使用AI模式 甚至比設定8瓦的DBT功耗 還要更長效 所以AI模式它甚至可以跑8瓦還要低 如果你是一些低負載的一些運用的時候 用AI模式 反而搞不好會跑比較長時間一點 而且它搭載了8吋的螢幕 除了讓你玩電動更爽快以外 我是覺得已經大到 你可以拿來直接工作的一個程度 不需要外接螢幕也可以使用了 你再加個藍牙鍵盤挖鼠 我是覺得相當的輕鬆協議 整體來說 這次Cloud 8 AI Plus 在掌機這個平衡中 它的進步非常非常大 原本是短板的Intel驅動 雖然不能說不存在 但是因為GPU的效能表現太好 再加上Intel一直都有 所以我是覺得目前的表現 就已經相當讓我驚豔 未來更是可期 也推薦給想要隨時玩電動 同時也想要擁有一台高效率筆電的朋友 那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個開箱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與開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